好 再来看到真的是这样的恐怖情人 在云林呢 有一名即将退伍的理性男子 因为他不满他的女友兵便 因此放假的时候 他就到女友的租屋处呢 不仅灌酒 拿出了剪刀 剪对方的头发 还有皮肉淋虐 造成这名女子全身上下由恶捨出伤口 赶紧偷打电话向现在男友来求救 并且趁机反击 最后两个人都重伤倒地 恐怖情人就是这名理性男子 也是一名现役军人 全身赤裸 浑身是血 被送进医院 赤裸浑身是血 因为前一刻他用剪刀刺伤 前女友二十多刀 再刺伤五刀 经过伤口的处理 证明还在金门服役的理性男子 恢复意识 立刻就被警方带到警局应讯 头部和颈部都受伤了 表情相当冷酷 涉嫌人 他目前是现役军人 他昨天放假 那就携带那个一瓶的高粱酒 那前往前女友也就是女大学生的租屋处 为何采取如此激烈手段 全是因为就读大学女友兵变 甚至放假到女友的租屋处先是抢贯高粱 再拿剪刀剪女大生的毛发和皮肉疯狂领虐 造成二十二出的伤口 女大生忍痛偷打手机求救现任男友被发现了 双方还从三楼扭打到一楼 而且几天前女大生在脸书上已经透露 前男友让他最近比较烦 同学还安慰他 想不到真的发生了恐怖情杀 感情的因素 涉嫌久后对女大学生来施暴 伤害 并且自残 女友避免持剪刀 淋涅在紫伤 送一过后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恐怖情人伤害前女友 再听一起 终于新闻江泰景 云林采访报报道